龟顺之心已久 沐阳贼 你家爷爷来了 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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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十何人 竟敢如此大胆 这赵书是谁说的话 皇上的圣旨 你那皇帝 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 敢来招安 你那皇帝兴送 还叫哥哥也兴送 李逵 你那皇帝当的那皇帝 还叫哥哥是当不了皇帝 快快快 快把他偷出去 莫要惹恼了你黑眼 好歹把你那写照的官 一边砍漏 你这老贼 你还拦着我 你 宋先锋 这 这该如何是好啊 太尉 李逵是个粗业之人 汪太未受罪啊 罢了罢了 你们谢恩吧 我 你 还不 你 你 敬 我 你 你 看 这个 我 你 马上 兄弟 我们奉公民哥哥降临 在此守卫 你不能出去 闪开 恕末将恕难从命 闪开 再不闪开 莫害我无礼 哥哥 不要冲动了 难道你也要赵安 哥哥 赵安大局已定 不容我们再反悔 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 必会有一场火兵 多年兄弟一起 将会毁育一旦 哥哥 吴宋兄弟说得对啊 撒家也反对赵安 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 可是 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师兄 我们都不愿意赵安 不如现在先缓一缓 我们再做商量吧 娘子 狗囚在此 我竟不能守刃 老天爷 老天爷 快快 火开了 快快 火开了 有 大宋朝廷 1 2 1 我的妈呀 小人受张献谢令 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 又是远营又是远营啊 头领饶命饶命啊 谁来 爷爷不杀你 谢头领不杀之恩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哪 是 把椅子扶正 好 回来站好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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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站好 你 你 还有你 等我过来 是 你们几个鸟蛋 说什么梁山好汉 不会当官审爱 爷爷今天 偏要审一审给你们开 是 回去站好 是 高官 在 你看啊 是否像县太爷 像 像 像吗 不像吗 胡说 爷 您要我怎么说呀 什么像不像 就是县太爷 对对对 爷您就是县太爷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他穿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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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是 是 是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小二 哎 客官 要点什么 我问你 刚才那个黑大汉呢 到哪儿去了 他出去了 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 往衙门那边走了 往衙门那边走了 来 来 这个给你 我在那儿有个包裹 你好好帮我看着 好 我出去片刻 等会再回来拿 好的 谢谢这位爷 有点 就像不像 不是像 老爷就是县太爷 给老爷请安 请老爷升堂啊 一边去 爷爷我要升堂了 是是 低谷 升堂 为物 谁有缘情 报赏名来 本官给他做主 老爷升堂 谁有缘情 送足报来 老爷审案喽 你有缘情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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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庆殿大人 今天没有缘情 胡说 堂堂寿张县 几万人口 哪儿不是缘情 你去 找几个原告被告来 要是没人告诉上 我胡说 你们几个吃干饭哪 是是是 老爷 今日十五报案 再说 您这副模样 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哪 爷爷我一座堂 天下九云案 不错 不错 不过 报官 在 没人来告状 你这个县太爷 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是是 你去 找几个人来告状 是是 来 你你你过来 过来 这干什么呀 过来过来 老爷 我们前来告状 有何缘情 但说无妨 他打了小人 他骂了小人 小人才打了他 我来问你 哪个是爱打的 我是爱打的 哪个是打人的 他骂了小人 小人就打了他了 嗯 打人的是好汉 回家去吧 谢老爷 这 这这这怎么办 这这这 你这不让进的 怎的就让他打了你 来人 咋 说出去示众 是 冤枉老爷 我这这 你得看 可掐 按这个案子断得是否公正合理 老爷爷轻正怜悯 断得公正 放屁 爷爷我哪是在断案 分明是闲着无聊 你们耍耍 爷爷走了 梁北山的人 赶紧出来几个 怎么回事啊 你瞎了你啊 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玉酒 躺贼当出功劳来了 尚吃尚喝的 我跟你们一块儿当贼去吧 我说你怎么说话的 吃大饭长大的 你敢骂我 我不伺候你们了 老大老大 老大老大 跟他治什么气啊 办完了筛事 完秋才是正经 大姐 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 他那个秦弟弟啊 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 他现在正在戚图上呢 你别跟咱一番见识 赶快召集人马 咱把那酒卸了 这可是皇上的菜事啊 要是搬砸了 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就算是玉酒 那也得验验啊 你说什么 你别胡来啊 别别别 别别别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 你想比是不是啊 大姐大姐你别生气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 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上辈子贼 这辈子贼 年年倍倍都是贼 你是不是活得不太烦了 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大姐大姐 我妈你怎么了 你能把我杀了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别生气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大姐 我就不信了 这是天子脚下 你再让 你 你骂 你再给我骂啊 这 真傻了 不得了了 梁山要造反了 梁山兵要造反了 岂有此理 之前赵安使 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 撕毁赵书 殴打钦差 前夕日子 李亏竟强夺县衙 羞辱县令 今日孙二娘要善杀我天兵 是可忍 说不可忍 这个孙二娘 可是我们的大仇人 太为可忌的 二十年前 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 这个孙二娘 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 后来嫁给张青为父 不知为何 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此事可当真 千真万确 如此就更应该杀 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出根 传令 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乔义 包围梁山军 是 是 什么 杀死了 谁干的 我干的 孙二娘 你 光明哥哥 那斯坦做一个梁山贼 又一个梁山贼的骂 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 就把他给砍了 孙二娘 你太过分了 就要出大事的 报 大帅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你说什么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敢陪他大营 哥哥 跟他们干吧 公明哥哥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连累弟兄们 好了 都给我住口 再一步 你 哥哥 哥哥 这狗娘养的冠军要来干啥 咱翻她娘的吧 爹妞 不可呼来 把她给我绑了 拖下去 这 哥哥 这也值得绑 还啥也没说呀 你们先退下 哥哥 这时候啊 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小七 给我传令全营兄弟 不得擅自行动 为令者斩 是 哥哥 碧魁 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 别在这里添乱了 军师 我 回去 走就走 哥哥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去太外府 赴今请罪 万万不可 别急 咱们先商量商量 来不及了 咽下大病压惊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 就将酿成一场大战 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 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 稍有不慎 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哥哥 那我安排好以后 陪你一起去 不不 你留下 有你压阵 我还放心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 弹压住各营兄弟 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 我们也不会动手 好 就按你说的错 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 切不可贸然行事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一切 以保全众兄弟为主 哥哥请放心 我记住 好 好了 不要跟着我了 敢越过此门城 就不是我的兄弟 军阀从事 好 好 好 带我去见高太尉 带走 贼死鸟 哪个敢保护哥哥 听军师的话 要动手 就不是我的兄弟 哥哥 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 按铁牛定将的东京城墙 剁成肉泥篮匠 铁牛 铁牛听令 公民哥哥有令 所有头领 回迎约束自己的兄弟 不得将领擅自行动者 斩 怎么 没有听到公民哥哥的将领吗 带领 带犯官送将近殿见驾 带领 犯官送将 见过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送将等聚众消聚水破 罪在不赦 我朝廷宽大为怀 将其招安 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 之前 李逵扯招书闹公堂 欧钦差 今天 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 图谋不轨 请皇上集下圣旨 将宋江斩首 并派兵围剿梁山贼狗 以绝后患 高台卫所言是否属实 梁山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 吾不敢念皇恩浩大 各个心怀忠义 不敢再存他念 但梁山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 梁山君上下十数万官兵 多年散漫山林 难免良友不齐 其中个别人等略性不改 在下愿承当 管束不言之罪 但说微臣存有一心图谋不轨 微臣实在不敢当 望皇上圣查 宋江 宋江 你还敢狡辩 你梁山贼人 多年和你恩怜一劫 心中只有你宋江 何曾有皇上 谁人敢没有你的将领 随便杀人 这分明是你对昭安后 皇上的风赏心怀不满 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皇上 彤大人所言 微臣不敢接受 皇上 眼下当务之急 是将宋江立即斩首 并悬守军前 以灭贼兵军心志气 并火速发兵 围剿梁山贼寇 东京城下不比他处 稍有迟疑 待贼兵释发 到时则祸不玄重啊 皇上 这万万不可呀 辩良城外天子脚下 望起刀兵 尽了圣驾不说 令万民横遭兜兵战火 则国家元气大伤 眼下 外强窥似于外 草扣风起于内 若朝廷再起事端 将倒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宋江 依你说 若朝廷制了梁山兵的罪 就将国将布国了 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 还说什么外敌内寇 我大宋朝一百六十多年基业 雄兵百万 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构所左右 宋江 你想清楚了 将你等昭安 不是朝廷怕了你 实是吴皇陛下天性仁厚 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 你别错了念头 皇上 朝廷实在要治罪 还望只杀宋江一人 梁山上下 各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望皇上网开一面 宽待则各 宋江 你梁山上下同位一体 如身实弊 如何分拆得开啊 皇上 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 仰虎为患哪 当断不断 天下必乱 皇上不能犹豫了 传旨 将宋江推出五门 皇上 臣有本起奏 张爱卿快快奏来 皇上 宋江等忠义双全 一心昭安 只盼卫国出力 效命疆场 如果昭安之后 再行屠路 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张太守 看样子 你是反对喽 皇上 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熄 稀有辽蛮亏我边境 东有方浪 攻城掠陷 自立伪朝 而梁山好汉 有忠义之心 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 做出点鲁莽之事 于昭安大计无赦 以臣余计 可追究孙二娘 一人杀官之罪 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 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 尽力报国 张爱卿 你把话说完 孙二娘无故杀人 可判死罪 皇上可令宋江 卢俊义等严斥不下 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浪 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这招乃是以道制道之计 可令其自相残杀 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宋江 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好 传旨 孙二娘 烈性不改 善杀官吏 急着死刑 明日赴原文问斩 宋江等人 即日开拔浙江 剿灭叛贼方浪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 Sammy 这副大人 要做出来 抚体面 他 Meng 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 拿出一点良伤好患的气势来嘛 你说 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 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大姐 你的心可真够大胆 你还瞧不出来啊 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 这不 宋大帅已经进宫面胜了 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 你这顿酒啊 我倒是想喝 那可得看你的命啊 够不够硬啊 念他娘的什么丧啊 我看谁敢动他 郭敏哥哥一个汉毛 杀他娘的各把冠兵 算他娘的球 大不了再法上梁山 过咱的快活日子 那也比在此 受制风风能气强 兄弟 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 这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这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啊 掉个脑袋 只不过是晚大的疤 二十年后 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 你说 早先 咱们在梁山 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那个快活劲 看你娘的招什么鸟案子 都头 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 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 任何人不得上前 与犯人说话 您还是先等等吧 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 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闪开了 不然 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都头 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孙二娘就在这个死罪 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 买入是军师下的命令 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 我武松也要犯他一犯 杜唐您真不能过去 同学住手 我武松也要犯他一犯 不住手 我武松也要受到 快去 是军师下的命令 我武松也会 我们是拆下到 他自驾 伍师下的命令 打算 武松也要 如果武松也在 还没有 武松心 他没有 那是不是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 抬头 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 你不是说过了吗 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 你还没走 我怎么舍得走啊 儿娘 你叫我什么 倒酒 正爷 您别喝了 倒 你都醉了 别喝了 我醉了吗 醉了 我像是醉了吗 我问你 儿娘是谁 您夫人 不就是昭安了吗 这昭安怎么了 那么多人都没办法 他干什么傻的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别喝了 拿刀跟我走吧 难不成 不成功 咱们要犯了宋公民哥哥 要犯了宋公民哥哥 她是你的媳妇 难道你不救她吗 我们俩 是指父为婚 兄弟 你走吧 不行 跟我走吧 走 快点跟我走吧 走 儿娘 一边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进军 进不得皇宫大殿 他也是听人说 那边大殿里嘲嘗得挺厉害 他有没有见到张淑叶进去了 他倒看见张淑叶的轿子进了五门 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 他都没看见 你回去打探消息 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是 等等 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 不要告诉别人 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知道了 去吧 军事 军事 不认识 武松兄弟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没错 孙二娘是我大姐 我不能见死不救 武松知道发毒 我不敢求军事网开一面违法乱纪 我只求 带孙二娘去死 不愧是狭义无儿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兄弟 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 也难化解 眼前这场风波 只是 现在啊 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 而是我梁山 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 朝廷中间两派 为我梁山昭安之事 势同水火 各执己见 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 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 找我们麻烦 军事 那怎么怎么办 难得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稍晚 走 一切 等公民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军事 军事 听说那皇帝老儿 把公民哥哥下了大牢 兄弟们 有种的个案杀进东京城 救公民哥哥出来 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 扶咱哥哥做皇帝 李逵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 你这么闹 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军事哥哥 不是啊 看不起你们读书人 说实在的 你们读书人说话呀 就是磨叽 以撒家的脾气 这赵恩本身就是多余的 你看 到底出事了吗 干脆 我们他娘他反了算了 对 放肆 军令在此 违抗军令者斩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 按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 又从梁山到着东京变梁 步步跟的是公民哥哥 有公民哥哥在就有军令 没公民哥哥在 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 有种的个案杀进东京城 就公民哥哥 再回梁山落草去 不对 来人 把他绑了 退出去斩了 去 你们两个砸碎一个男的铁牛爷爷 你也敢拦我 铁牛 听军吃的话 你别乱了法度啊 公民哥哥被陷牢里 咱不能见此不就啊 公民哥哥是你的哥哥 也是我武松的哥哥 更是那全山兄弟的哥哥 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不管什么有章程 有公民哥哥咱就有章程 没公民哥在什么章程 哎呀不管 铁牛兄弟 我得罪了 你个大案 安妃把你剁成肉贾 住手 铁牛 不得污吏 哥哥 哥哥 铁牛 我不在的时候 又造反了 还不看贵武松兄弟 和军师赔礼道歉 只要哥哥能回来 让铁牛给谁道歉都行 武松哥哥 军师哥哥 安铁牛冒犯二位了 当空请二位吃酒 安给你们作义了 作义了 咱不醉啊 武松丸 好了 三分三庆 把他带下去 好好反省反省 哥哥让他去哪儿 咱就去哪儿 咱们二话 哥哥 怎么回事啊 多亏了张淑叶和李刚丞相 据李力争 以官位相保 我才暂时活了下来 都散了吧 武松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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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兄弟 你知道 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 帮你留下来 你负责 你可死 你负责 你上世界 你лов得 暗除了 我坚持 你回养 你还可以 我忍不住 真的 真是 我 要真是 他 把人在家中 但是 他 孙二娘金国英雄 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 东荡西沙 经历了多少艰难仙族 他糊涂啊 哥哥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姝密约 太魏府太师府及大衙门 当着皇上的面 逼着要杀孙二娘 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 就要把他交出去 由他们来动手 张淑也和我死说活说 才把他留下来 由我们自家处置 哥哥 朝廷内部如此腐败 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 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兄弟啊 哥哥有满肚子的话 无处可说呀 哥哥 满山的兄弟都是执心唤命的 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 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兄弟 不是哥哥我在背后 有意褒贬重兄弟 满山的兄弟 虽说哥哥豪情侠义勇舞过人 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 怕是没有几个呀 贤爹啊 你是个名士里的人 你想啊 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 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 众兄弟随我 笑聚山林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虽说一时痛快 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 朝廷称我们为寇 百姓称我们为贼 贼寇 这不是什么好名声 人总是要死的 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 我们这辈子做贼 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 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 辈辈做贼不成 兄弟啊 兄弟们敬重我 称我为哥哥 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 考虑吗 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 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 例如汉高祖刘邦 后汉皇叔刘备等 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 要靠天时地利人和 可也像 哥哥 我没读过书 也不明白 成王霸业的大事 要论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也算都有了 看眼下 大宋朝廷如此败坏 百姓民不了生 内忧四方豪杰 纷纷揭肝而起 万有强敌亏死 屡屡犯鞭 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 也做不成了 兄弟非也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大宋江山一百六十年了 虽一时败坏 可百族之虫死而不僵啊 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 可毕竟没有极境昏庸之主 百姓们心向太平 也不至于一时离心 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 虽待于意乐丹青 受奸人蒙蔽 可救人而论 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 一朝明白过来 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啊 还有 最要紧的是外患 大宋西有西下 北有大辽 一旦战事一起 无不是黎明百姓遭殃受难 如今朝廷沉昏主案 一旦我们闹起来 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 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 天下定会大乱 百姓们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 至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 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哪 哥哥 兄弟啊 不是哥哥西图朝廷荣华富贵 贪图享乐 不是哥哥非要招安 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 哥哥实在是 武松兄弟 你要记住 兄弟之义是小义 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啊 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啊 哥哥 武尔相信你 生死都跟着你 好兄弟 你明白就好 兄弟 你倒好兴致 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 你还在这儿喝酒 别喝了 二娘可是在二楼山的人 别人不心疼他 你我 总不能叫他什么鸟军令 把这个鸟军令 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你急死我了 你倒说句话呀 陆大哥 我问过公民哥哥和军师了 他们说 二娘犯的是四岁 谁也救不了他 混账话 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 咱们梁山好汉 哪个手里没有个 几百条冠军的狗命 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此一时 彼一时 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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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他的什么鸟安 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 俺算是看透了 这赤赤赫赫都是他娘的好兄弟 这要看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 好 你不去 俺去 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 大哥 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 杀他个天翻地覆 可是 这是新城 若稍有不慎的话 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 都得死啊 老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 不去 几万条性命 黑兵 也不去 这 要是 白天公民哥哥 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 现在朝中一帮奸臣 一向仇视我梁山 如此大好机会 岂可轻易放过 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奸斩 拼道想 军事定然已有对策 是有些想法 只是尚不周全 向先生来求教 民修战道 礼带淘江 所见略同 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军事放心 听道知晓了 时辰已到 待人犯 待人犯 报 京城殿帅府高太尉大 非知� 拜见高太尉 高太尉 不是说张叔夜的虔行吗 今天本官心情好 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解开 解开 嗯 那就开始吧 时辰已到 待人犯 师父 你不能死 你是我们的头 你要是死了 我们怎么办呢 梁山哈尔俊听令 退下 兄弟们 你们别管我 跟着宫明哥哥去杀贼 替天行道 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 听到了吗 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 你们回去吧 走啊 怎么是你啊 大姐 我是来送你走的 有二弟已为我送信 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 高丘老贼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 算你还做了一些好事 宋二娘 你虽然是女流 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 开始吧 慢着 宋先锋 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奶奶的 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 怎么 兄弟一场 难道临走连送后都不成吗 二娘 二娘 撒家来送你了 这碗酒 你喝下吧 兄弟 你这碗酒 我喝了 只可惜人没下辈子 如果有来生的话 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好 二娘 天忧兄弟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二娘 谢谢兄弟 谢谢兄弟 二娘 二娘 你心疼我了 你心疼我了 二娘 你要是走了 我也不活了 我对不住你 别这么说 二娘 我心疼你 你别哭啊 死有什么好怕的 你张家 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 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 你是我当家的 你答应我 你一定要活下去 你答应我 我死了以后 你把我食都好了 把我好好地埋了 我会等你 给我酒 给我酒 儿娘 好 你 当家的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二娘 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 我真的死而无憾 给我酒 好了 哪儿来那么多穷规矩 没完没了的 宋先方 开展 大展 四兄弟 有个人 那些人 给钱 都给钱 其中有的 怎么 连我都瞒着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 不便明言 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 哥哥请放心 无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 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这个我知道 可是如此刑法能瞒过高求 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 岂肯罢休 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次高求老贼受惊不浅 就算是不要他的命 也会让他大病一场 眼下大辽犯尽在即 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 长期留在京城 待圣旨一下 到那个时候 蛟龙入海 蒙虎归山 看那高求能奈我何 其实是不锦便是 大家也认为 但是传算是 神经病 没有 他强调指 军队 神经病 神经病 那可是 事 还有 市区 室家 有 可 prue 是 少女帅 那可买 圣上一心下旨 叫我们梁山君去江南 争讨反贼方腊 现实开拔 哥哥 方腊雄居江南 自立为王 列帝封关 自成一统 已非一日 我听说 他手下有数万人 有数十万兵将都是万战之人 再加上他尊贤重视颇得民心 朝廷数次争较都大败亏输 此次 让我们争讨发拉 那是用心险恶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案 那就是大宋的臣子 军妇有难 当臣子的 理当尽心竭力 此而后已 话虽如此 可现在 林教头重病未愈 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 这如何是好啊 都他俩招安招的 想当年 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 如今招了安 就烧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对 这狗娘养的高求老贼 再重新回梁山去 对 离开 是 军师啊 我梁山 我梁山 一百零八位兄弟 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哥哥羞虑 卢之参 林冲武松兄弟 受贪官迫害 一时转不过弯来 这也震态 但他们和王兄弟同声共命 绝不会分道扬镳 但愿如此 这梁山贼口 老夫与你们施不两立啊 太尉 太尉 你们不必过分忧击啊 保重身体要紧 再这么说 梁山那帮人 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 日后如何收拾条理 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到时现在皇上日夜催促 还说边关告急 撩人势大 让您急速发兵 您看这事儿 我这脑袋 它是一碗一碗的疼啊 疼啊 来 您喝点水 喝点水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 虽谍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 等征疗建功 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 到那个时候看高求能奈我何 说得有理 军师 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安道全昨日看过 虽无性命之忧 但现在还卧闯不起 我们去看看 好 二哥病成这样 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 不如 跟公民哥哥建议一下 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那可不成 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 万一高求那私起了歹心 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 我看 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武松兄弟 公民哥哥来了 武松兄弟 哥哥 武松兄弟 好点了吗 兄弟 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韦兄这心理实在是 哥哥 你不要这么说 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 扛不住往事 让哥哥你操心了 兄弟 要不这样了 你先留在这里 等伤阳好了 再回大军 不 哥哥 武松就是死 也要和良善兄弟 死在一起 好吧 就依你 兄弟 就依你 不认识 不认识 大姐 别做梦了 武松兄弟 有了这副良药 你的病 八成要好了吧 赶紧好起来吧 眼下和方辣大战在即 这振钱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五二郎啊 我以为有心理 为你 此番争疗大获全胜 为梁山区山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 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 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 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吴松兄弟 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 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军师 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是 想来想去 咱们梁山兄弟 只有你和鲁大师 和山陵寺庙有关系 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重 我想 还是你去最合适 好 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 明天启程 吴兄弟 事关重大 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军师 你放心吧 我知道分寸的 你看 你看它的那个结构 殿家 给你夹的 来喽 客官您要点什么 给我来三碗素面 好嘞 客官您稍等啊 你看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是不是很像那个 客官您慢用 我呀怎么看 怎么觉得很像 好 敢问两位大师 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 你与何为啊 阿弥陀佛 不敢 借问一下 施主头上的戒孤 腰间的戒刀 是从哪里来的 我这个戒孤和戒刀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正是 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您告诉你吧 这戒孤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 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你头上的戒孤 这戒孤和戒刀 正是我师兄铁脚投驼的物件 两年前 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正要着落在这戒孤和戒刀上 请尊家给句话吧 阿弥陀佛 的确 这戒孤和戒刀 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 具体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什么朋友 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在下不便说明 镇主 你这死还有狡辩 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以我师兄的武功 两尊家也杀不了他 我被行走江湖 刀头填血 死于非命也寻常事 但就怕一帮萧小之辈 无耻之徒 明知不敌 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 来陷害我师兄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 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两位大师 你们师兄的事情 我也是略知一二 可你们却莫名地 把这笔账 算在了我五二身上 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 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 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既然你不肯说 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 抱歉了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不许致wer 我 两位大师 听我武松一句话 我现在有药物在身 没有办法到扶牛山 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我们也知道你五二郎神功盖世 本不该班门弄斧 但失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 等办完事情以后 我一定会到扶牛山 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 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在下信你 告辞了 五师兄 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 可我们早就听说 你在江湖上的圣名了 是啊 师兄 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今天 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是啊 五师兄 那才是打赢了 师父 我送你 师父 阿弥陀佛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 进老人家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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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你回来得正好 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我熟悉的人 是哪位啊 师父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走 朱师傅 师傅 请请请 这确实是件大事 现在朝廷昏庸 老百姓是名不聊生 这遍地 风烟四起啊 宋公民胸怀大志 在这个乱局当中 他能另批一条西境 老和尚 这叫人各有志啊 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忙是一定要帮的 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 也看在梁山众好汉 替天行道的份上 老那定会为他们分忧 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 不过 宋公民所托之事 又是关乎到 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 一件大事 这可要好好地想想 得求个万全之策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谈不上麻烦 这样吧 西区两百里路是浮牛山 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 咱们私里定期派人 轮流去那里维持道长 那里地处偏僻 知道的人也不多 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 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 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 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你想得可真周到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 多谢两位师父了 对了 师父 刚刚您提到了浮牛山 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 之前 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 遇到了两位僧人 他们说他们是从浮牛山来的 这件事情啊 说来话长了 不认识 铁脚投驼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仗着自己会点功夫 到处惹是生非 事强凌弱 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 我早就为民除害了 二郎啊 别往心里去 杀就杀了 为师 跟你去浮牛山 如果那个辽臣和尚 他敢为难于你 叫他宠我来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 其实辽臣师弟 虽然是铁脚投驼的师父 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 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 做师父的骂 差不多都有些护短 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 自己还不明所以 难免有些火气 我说你这个老和尚 师父护短这句话 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 师父 那个铁脚投驼 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 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 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我看这样吧 我写封信 你去使带给了臣 将他把事情说清楚 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不必了 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 要让师父出面 徒儿我看见没有啊 这就是咱们的徒弟 难怪啊 江湖上纷纷称赞 峡谷阴峰五二郎 阿弥陀佛 山东好汉五二郎 不愧是正人君子 言出必戒 既然答应了两位 我五二绝不识言 请 给大师鼎礼 阿弥陀佛 吴松 这么说铁角真是你杀的 大师 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 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人都死了 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 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既然你要为铁角偷偷报仇 那这件事情 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武松 武松 我知道你是少林寺至清的门徒 武功高强 名阳武林 既然你应成了这件事 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 能杀掉我徒弟铁角的人 我倒要看看 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在下不敢 姓如师弟 是 请考量一下 你 你 justement 他 他 你 你们 送 他 快走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 也就不算冤屈了 你个老东西 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 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见过两位师父 你们俩怎么会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 不行 我们得来 倒不是怕老臣对你怎么样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既然来了 就是我的贵客 走 到我的禅房去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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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